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今天就要说一个这样的古代墓室 几年前在我国的陕西省有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一个古墓群 专家开始对这些古墓一个个的清理挖掘 后来专家们才发现这些墓室都被盗墓贼偷窃过 里面几乎都是空空如也 但是这时专家挖到一个墓葬却又让人期待了起来 在这座墓的上面有着厚厚的墓砖 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个机关墓 挖出了几块墓砖研究之后 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测 原来这是一座宋代的机关墓 这座墓的设计是非常独特巧妙的 它有一个防盗墓贼的设计 当盗墓贼看到这些墓砖的时候 一般都会以为到了顶 也就不会再继续挖掘了 所以这一座特殊的机关墓至今还没有被人打开过 专家们将这座古墓上的墓砖全部清理完之后 发现了一个墓室口 专家进入墓室之后发现墓室里面并没有棺墓 而是有两位墓主人直接睡在砖榻上 身上还盖着毯子 尸骨却早已腐烂 但是还是能够分辨出墓主人是一男一女 男性骨架大约长1.8米 而女性骨架大约长1.65米 于是专家确定这是一座夫妻墓 专家研究发现这对夫妻长眠的砖榻底座是实质的 而且上面还雕刻着精致的牡丹花 在周围还有完好的木头围栏 但是对于这古墓的主人一男一女到底是谁 专家也无法定论 后来专家在墓室里还发现了一些信息 那就是这两人生活在北宋晚期 至于为什么墓室中没有棺果 而是直接葬在砖榻之上 至今也没有答案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